鲜花 美酒 蛋糕 气球 僵持挽着我的手 深情地诉说着 我们一起走过的十年 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 我就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婷婷好 啪啪啪啪 亲友的掌声不绝 有那么几个感情细腻的 甚至都开始偷偷用纸巾 擦拭眼泪了 一个大帅哥 十年如一日地爱着她平凡的妻子 谁看了不说 相信爱情 如果不是今天发现了僵持的秘密 我也会相信的 太让人羡慕了 婷婷真是有福气 闺蜜一边擦拭眼角 一边羡慕地看着我们 你也挺有福气的 我的话音刚落 全场变得十分寂静 前年 闺蜜的老公破产了 只身一人去马来西亚的渔船上找机会 这机会一找就是两年多 期间连条咸鱼都没给闺蜜寄 房子被银行收走了 闺蜜只能带着孩子住在娘家 说她有福气 怎么看都像是讽刺 一时间 场上的气氛尴尬起来 闺蜜的眼泪要掉不掉的 活脱脱一颗可怜的小白菜 陈婷醉了 都是误会 僵持一边打圆场 一边用手戳我 对 是我醉了 还以为是前几年呢 该打该打 我笑着推开僵持 对着闺蜜举杯 看着是道歉 但在场的都是老油条 谁能听不出我话里的讽刺呢 说完这句话 我假装看不见闺蜜脸上的尴尬 转身就走 如果是十几年前 隔壁桌那几位男士 说不定会冲过来英雄救美 毕竟其中几位上学的时候 还让我给闺蜜转交过情书呢 可惜了 没有如果 年少时 给斑花送过情书的少年们 如今大多已娶妻生子 旁边坐着妻子 再怜惜 也不可能当众替别的女人出头 这点道理傻子都懂 僵持却不懂 跟条哈趴狗似的 围着闺蜜转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那点小心思 泽泽 丈夫在十周年纪念日的宴会上 围着别的女人转 刺激 不用回头 我就知道是方秋白 这种讨人厌的油腔滑掉 就是烧成灰我都不会认错 泽泽 也就比遇见中年油腻老光棍 刺激一点吧 我转过头 脸上已经患上了职业假笑 还是这么恶毒 彼此彼此 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从方秋白这张讨人厌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怀念 肯定是错觉 我皮笑肉不笑地跟方秋白碰了碰酒杯 转站另一张桌子 停停 我们需要谈谈 酒憨验足 送走宾客 僵持扶着还在哭的闺蜜过来了 我就知道这对狗男女要找事 谈吧 我随手拉开一张椅子坐下 你必须跟苏文道歉 正气凛然的架势 再配上旁边那朵哭了整场宴会妆 都没花的小白花 不知道地以为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呢 我要是不道歉呢 我简直要气笑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姜池这么勇 我 你 估计姜池也没想到 一向顺从地我会反驳他 怎么 是要跟我离婚吗 要不咱们现在去 懒得跟这对狗男女瞎扯 我直击重点 此话一出 姜池和苏文都懵了 那个 婷婷 你别激动 你和小池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们好好交流 我先走了 这会儿小白花腰也不痛了 腿也不软了 也不需要人浮了 拎着包就走 看这矫健的身姿 我估计参加个竞走比赛 都不成问题 苏文走了 留下我和姜池大眼瞪小眼 要不然 你去送送 姜池深吸一口气 恢复了我以前熟悉的儒雅 婷婷 苏文是我们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你不该这么对他 这样太得罪人了 曾经我有多喜欢姜池这种温文尔雅的样子 如今我就有多讨厌 我就要得罪他 他能怎么样呢 把在国外躲债的老公 叫回来打我呀 陈婷 果然 只要一提苏文的老公 姜池就会破防 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我盯着姜池的眼睛 直到他的眼神开始躲闪 好了 你知道的 我一直很期待咱们的十周年纪念日 苏文不好好在家处理他家的债务问题 飞过来找晦气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抓住姜池的手摇了摇 姜池的态度肉眼可见地缓和下来 他也没说啥 姜池反握住我的手 他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 我一把甩开姜池的手 心疼了 要不然你去帮帮他 没这个意思 你都想哪儿去了 姜池尴尬地搓手 虽然宾客们都走了 但厂上还有不少服务人员 刚才的争吵 引得他们频频向这边看 我懒得跟姜池一起接受围观 留下他一个人付款 自己先回家了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拾床上那堆被我撕得破破烂烂的纸 我 陈婷 三十多年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羞辱 我最好的闺蜜 我深爱的丈夫 联合起来把当傻子骗 一骗就是十年 我收拾起床上的碎纸 破碎的纸张上满是姜池对苏文的爱 姜池爱了苏文十七年 比我们的婚姻还要多七年 从相遇到相知 姜池的日记里 一遍遍怀念他和苏文的爱情 美丽 忧郁又惆怅 姜池的日记里 苏文就是那个丁香花一样的姑娘 可惜丁香花太美丽 僵持这个土瓦盆养不了 尽管土瓦盆万般不舍 但这株丁香花 还是被移栽进精美的瓷盆里 土瓦盆很难过 很不舍 于是善良的丁香花 把自己的好朋友蒲公英 介绍给了瓦盆 瓦盆很感动 决定娶蒲公英 从此将对丁香的爱 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没错 我就是那颗傻不拉几的蒲公英 日记的前半部分 在我们婚礼那天结束 僵持的日记中写着 我再也没有资格爱丁香花了 也许蒲公英才是属于我的花朵 如果说日记的前半部分 让我愤怒 那么后半部分就让我恶心 也许是婚后柴米油盐 磨平了姜池文艺的棱角 大约有六七年 姜池都没有写日记 直到三年前 没错 苏文的丈夫破产了 精美的瓷盆破了 土瓦盆觉得自己又行了 得知苏文丈夫破产的消息后 姜池先是为白月光的命运难过 随后就是狂喜 尤其是苏文的丈夫出国后 姜池高兴的就插放两挂鞭炮 庆祝一下了 那段时间 姜池经常借口加班 其实是带着礼物去看苏文了 彼时的苏文 正被追债的人弄得筋疲力尽 也乐得有人帮忙 于是每次有人来追债 就给姜池打电话 两个人就这么不清不楚地 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 如果仅仅是这样 我虽然愤怒 却也不至于失态 真正让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发生在上个月十号 那天是我爸爸的六十大寿 也是姜池日记里 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六十大寿是个整生 我们一家人都十分重视 为了好好给父亲过生日 我提前一个月就跟姜池说好 当天无论如何 要按时到场 姜池自然是满口答应 但到了寿宴当天 一直到寿宴结束 姜池都不见人影 连老家的表亲都坐火车赶来了 亲女婿却不到场 可以想象我爸爸有多生气 我只能一边给姜池打电话 一边给姜池找理由 晚上回去 我自然是跟姜池大吵了一架 我吵得很凶 姜池却并不生气 任打任骂的 就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后来 我看了姜池的日记才知道 那天我提前到现场布置寿宴 姜池虽然稍微晚了些 但还是来了 只是走到门口的时候 接到苏文的电话 说催债的又来了 一边是岳父的寿宴 一边是白月光的求助 姜池想都没想掉头 就去了苏文家 可能是眼看要不到钱 这次催债公司 换了一个狠角色 我是无缘地见这位狠角色的 只是从姜池的日记中知道 大概是榜大腰圆的形象 据说一进门就把刀插在了桌子上 可把苏文一家人吓得够呛 就姜池那没有二两肉的小身板 自然没办法和这位壮汉硬刚的 但是姜池又不忍心 让自己的白月光失望 脑子一热 答应了帮苏文还钱 才劝走了这位狠角色 狠角色是狠又不是傻 不可能姜池说两句话就信了 临走前搜走了姜池所有的现金 还逼迫姜池签下了协议书 姜池帮苏文还债 是为了什么成年人都会很清楚 苏文也不例外 为了牢牢地绑住姜池这个冤大头 他主动挽留了姜池 随后该发生的 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姜池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看到这一句 我气得拳头都硬了 好你个姜池 兴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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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内容 发出来估计都过不了神 如果你以为出轨就是姜池的底线了 那你可就错了 这对狗男女的底线远比你想象的要低 前面说过姜池答应帮苏文还钱 但是对于婚房都要靠老婆娘家的姜池来说 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虽然这些年姜池混得并不差 也存下了不少积蓄 但是相比这笔欠款来说远远不够 更何况 我们的存款以前都是放在一张卡上 姜池动得少了还行 动得多了我肯定会发现 也许有人认为离婚不就行了 当然不行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就算是离婚了 姜池也没有份 而且我父母名下的一栋老房子 被划进了老城区改造计划 赔偿款父母准备拿出来 给我们换套学区房 姜池的算盘打得好 等到赔偿款到账了 把现在的房子卖掉 买成学区房 那婚前财产就转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姜池把计划告诉了苏文 苏文先是嘴上说这样不好 但很快又给姜池补了一条更恶毒的计策 她们准备等房子下来之后 想办法诬陷我出轨 这样不但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还可以让所有人以为离婚的过错方是我 苏文真是一个善良的好女孩 我一定要保护好她 姜池在日记中写道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也叫善良 姜池怕不也是个瞎子吧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真相 自然不可能再和姜池过下去 只是现在离婚实在太便宜他们了 我必须要想个办法报复这对狗男女 不过当务之急是处理好被我撕碎的日记 现在还没到跟姜池撕破脸的时候 等我收集完碎片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此时我的手机忽然亮了起来 叮咚 是姜池的消息 婷婷 公司临时有事 需要我过去加班 你不用等我了 早点休息 呵 我不用调查都知道 姜池现在一定和苏文在一起 也好 正合我意 我先藏好了日记碎片 这些都是以后和姜池对簿公堂的证据 随后 我又让人把姜池以前藏日记的桌子 搬到了我爸妈家 平时这张桌子都是上锁的 锁的是姜池的青春 好几年都没有打开了 最近姜池和她的白月光焕发了第二春 才又开始频繁地写日记 要不是她总是在书房偷偷写日记 还锁着不让我看 我也不会对桌子里的东西好奇 要不是她频繁地开锁 也不会在那天忘记和锁 从而被我打开 哪有什么巧合 一切早在她出轨的那天就已经注定 最后 我打电话订了一张豪华办公桌 一切就绪 就等姜池了 第二天 姜池回来的时候 一脸疲惫 一看就是被美色掏空了身体 她刚准备回房间休息 我神秘兮兮地凑上去 说给她一个惊喜 没等她反应过来 我拉开了书房的门 全方位无死角地 向她展示了新买的办公桌 开心吗 这是我们十周年的礼物 我还给你配了一把按摩椅 可舒服了 说完 我生怕展示得不够全面 还打开了按摩椅的遥控器 陈婷 原来的桌子呢 在按摩椅的嗡嗡声中 姜池的脸色迅速黑了下来 原来的桌子呀 送给我罢了 你也知道 她最近沉迷书法 正缺一张木桌 我笑着说 你怎么招呼都不打救 我桌子里还有重要文件呢 你赶紧给我要回来 姜池气的话都说不胡伦了 站在她旁边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攥紧了拳头 又喝 生气了 所谓的重要文件 怕不是那本日记和苏文的借条吧 不是说 此生真爱吗 怎么还人家打借条呀 别说 他们还挺会玩 借条都是粉色的 还有纯印呢 你凶什么呀 你那桌子上着锁 谁还能偷拿 你的文件吗 要不然 你把钥匙给我 明天我帮你把文件拿回来 我在心里偷笑 脸上 却是委屈巴巴的表情 活脱脱一个 给丈夫准备惊喜 还被呵斥的小媳妇 我料定她不敢给我钥匙 毕竟抽屉里的东西 可见不了人 要不然你自己去拿也行 我也省得跑了 说完 我委屈地缩在按摩椅上 跪的椅子用着就是舒服 还会加热呢 我现在就是一个摆烂的状态 她要说我就哭 反正急得又不是我 僵持看我不配合 扭头出去 给我爸打电话 哐当 没过几分钟 书房外传来摔门声 我从门缝中看到僵持 怒气冲冲地摔上了卧室的门 不用问 肯定是在我爸那边吃瘪了 我爸本就对僵持缺席寿宴的事 耿耿于怀 我又提前打了招呼 要是僵持能说通我才该奇怪呢 总之 无论僵持怎么说 我爸只会一口咬定 自己喜欢这张桌子 桌子里的文件可以拿走 但是要当面点清 省得以后少了什么掰扯不清 要是僵持坚持要桌子 我爸立马就会化身 被女婿伤透心的岳父 岳父的心都受伤了 什么赔偿款 什么换房子 想都不要想 僵持自然不敢当着我爸的面 点清文件 不说日记 就那张印满纯印的借条 打死僵持 他也不敢当着我爸的面清点 他也不敢得罪我爸 万一我爸真的不帮我们换房子 他和苏文的计划就泡汤了 到时候 他拿什么填欠款的窟窿呢 下午 僵持又出去了 理由还是加班 他前脚走 我后脚也出了门 僵持是去找苏文 我是去找人安装监控 不知道僵持和苏文商量了什么 这天之后 他忽然化身好老公 和二十四小好女婿 有事没事就带上礼物 和我一起去看我父母 对着我爸就是一顿彩虹屁 非要欣赏岳父大人恋子 别问 问就是孝顺 再问就是热爱书法 文件 什么文件 不重要的东西不提也罢 他要演 我们就陪他演 我爸妈轮番陪着他唠家常 从书法谈到国话 从换房子谈到生孩子 就是不让他单独站在桌子旁边 僵持急得嘴角都长泡了 却也不得不硬喝 看着僵持这副油火不敢发的样子 我心里别提多爽了 以前的僵持就是典型的软饭硬吃 因为我爸妈曾经反对过我们在一起 所以即使婚后 他也不愿意陪我回娘家 算算时间 这段时间他来我家的次数 比前十年加在一起都多 耍僵持的计划 我爸妈一开始是挺配合的 但是时间久了 僵持还没有放弃 我爸倒是先不愿意了 停停 差不多得了 人家小江急得都上火了 明天下午赶紧找人 把你们那桌子搬走 僵持刚走我爸就训我 这不好吗 上次寿宴僵持没来 你不是挺生气的吗 就当罚他了呗 我坐在板凳上满不在乎 给我坐好 我爸一拍桌子 我赶紧坐直 并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老陈发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们结婚之前 我是看不上小江 上次寿宴他没来 我也确实生气 但是停停 既然你选择了嫁给他 就要尊重他 你看看 你现在把人家小江耍得跟吼似的 还一耍再耍 哪里有你这样当妻子的 我爸端着他的老茶杯 开始跟我讲道理 本来江耻出轨的事 我是想瞒着我爸妈的 毕竟现在还没到跟江耻摊台的时候 怕他们露馅 奈何江耻这几天服软的效果属实不错 待遇都已经从白开水 升级成我爸珍藏的毛间了 我妈听说江耻明天还来 这会儿就开始在厨房卤牛肉了 据我妈说 这牛肉就要提前卤 在卤水里抛上一夜才入味呢 听听听听 就这上心程度 再不摊牌 我在爸妈心里的位置 都快赶不上江耻了 江耻出轨了 我凑到我爸耳边小声说 扑 我爸直接把嘴里的茶喷了出来 你说什么 江耻出轨了 我爸话音刚落 厨房门就开了 你们刚才说谁出轨了 我妈拿着菜刀站在厨房门口 我和我爸下得赶紧上前劝阻 再晚一会儿 我怕我妈把厨房门给劈了 随后 在爸妈的注视下 我就跟小学生一样 交代了犯罪过程 阿布 是发现江耻出轨的过程 妈 那牛肉还卤吗 我好久都没吃过了 可能是太紧张 我不知道怎么就嘴瓢了 刚说完 我就后悔了 老公都找小三了 你还想吃卤牛肉 我看 你像卤牛肉 我妈气得直戳我脑门 既然都摊牌了 我索性将全部计划和盘拖出 第二天江耻来的时候 迎接她的是更热情的岳父岳母 卤牛肉当然也做了 不过嘛 整盘都放在我面前 理由是我们结婚十年都没有孩子 肯定是我身体不好 必须要好好补补 这样孩子呀 夫妻双方都要补说着 我爸就给江耻倒上了一杯蛇酒 倒完还不忘了把酒瓶 放在江耻面前 别客气 喝完再倒 江耻向来怕蛇 就连相似的鰻鱼和扇鱼都不吃 如今和瓶子里的蛇大眼瞪小眼 也不知是什么心情 反正我吃着酱牛肉 是挺开心的 吃完饭 我爸又拉着江耻 陪她打乒乓球 江耻有球于人 总不好意思让我爸捡球吧 恰好我爸球技不行 只能辛苦江耻了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江耻累得被都湿透了 我爸倒是笑咪咪地 给我比了个OK的姿势 爸爸 怎么打这么久呀 累着了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小棉袄 我赶紧给我爸送上毛巾 然后选择性地忽视了旁边的江耻 不累 小江打得很好 我爸冲江耻点头 一副很欣赏他的样子 对了 小江说他们公司发了温泉票 下周咱们一家人一起去泡温泉 温泉票 是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吗 我一脸感动地看向江耻 我还要加班 你和爸妈一起去吧 江耻迟疑了一下说 小江啊 我和你妈还准备给你们换个学区房呢 你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吗 来了来了 我爸的房子威胁虽迟弹倒 套路虽老但是有用 江耻一听房子赶紧保证一定请假陪我们一起去 这正是我要达成的目的 很快 泡温泉的日子就到了 江耻开着车和我们一起去了郊区的温泉 泡温泉的过程很沉默 江耻全程都在看手机 我也是 我在爸妈家安装的监控是联网的 可以远程监控 看着出现在监控画面里的苏文 我笑了 我很清楚桌子里的东西 江耻根本不放心 让别人来拿 一旦被我们绊住 不能亲自动手 必定会让利益相关的苏文动手 苏文开门后没有停留 迅速找到了江耻的那张桌子 拿钥匙打开锁后 苏文愣住了 印满唇印的戒条下面是满满一抽屉的项链 戒指 耳环 手镯 这是我专门为苏文准备的陷阱 不怕他不上当 叮咚 江耻的手机响了 他看着信息笑得很开心 苏文应该告诉他一切都搞定了吧 我看着监控里把珠宝席卷一空 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 四处翻找的苏文笑得更开心 猎物已经尽网了 回去的路上 江耻一改这几日的殷勤 又摆出副骄傲的表情 刚到家 江耻就脸色一变 哎呀 怎么这么乱 家里别是糟贼了吧 随后又演技爆发的 奔向那个桌子 怎么办 这里面还有公司的重要文件呢 现在全没了 江耻抱着空抽屉毫 就这演技不去演戏 真的是可惜了 瞧这焦急的模样 看得我都快信了 要不咱们报警吧 我看着江耻一脸真诚 江耻却迟疑了 报 报警 就丢了几个文件 没达到立案标准吧 小算盘打得还挺响 还知道立案标准呢 我当即给我妈使了一个眼色 我妈收到我的信号 立刻开始了表演 哎呀 婷婷给我买的金手镯丢了 值好几万呢 我妈刚说完 我爸也发现 她珍藏的茅台就没了 僵持荒了 这前述 别说是立案了 都够入行的了 别急 我安慰地拍拍江耻 家里有监控 肯定能找到你的文件 在江耻惊恐的注视下 我拨通了报警电话 喂 您好 我要报警 这里是城城城路城城小区城楼城号 我家里失窃了 咚咚咚 没一会儿 急促地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我所在的社区已经连续三年 被评为和谐社区 估计已经很久没有涉案金额这么大的案子了 当我报完丢失物品的价值超过三十万后 我明显地看见年轻的警察眼神都精神了 充满干劲地问我有没有监控 那必须有呀 高清摄像头正对着桌子 在调出的监控视频里 苏文的脸十分清晰 天哪 这不是苏文吗 他怎么 怎么会 他我捂着胸口 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 惊讶惋惜和心痛 轮番在我的脸上呈现 好歹是夫妻 丈夫演技好 妻子也不能落后 警察同志 我们能不能撤销案件 这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他坐牢 我问 我建议您不要这样做 您看这里 警察一脸严肃地指向屏幕 暂停的画面边角 可以看见一直有纹身的手 这可能是团伙作案 还好案发时 您和家人不在家 否则入室盗窃 很可能演变为入室抢劫 抢劫 我贪坐在椅子上 这么大的案子 做笔录是必须的 在做笔录的整个过程中 江池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问什么都只是点头 直到警察带来了苏文 小池 苏文看见江池 瞬间眼泪就下来了 那叫一个如气如素 楚楚可怜 查意对于江池管用 对警察可没用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苏文只来得及 说了一句话 就被请去录口供了 警察同志 这个案子就拜托你们了 我说 请放心 维护社区安全 是我们的职责 案情有进展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做了两个小时的笔录 我们一家人 终于走出了警局 我正准备带爸妈去吃点饭 江池又闹幺蛾子 婷婷 我想单独对你说点事 江池说 看着江池七分倔强 三分委屈的脸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逼梁为娼呢 我瞬间什么胃口都没有了 拿出手机订了最近的酒店 先让父母去吃饭休息 等父母走后 我和江池 找了个没有人的花坛坐下 什么事 赶紧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懒得给江池什么好脸色 你能不能给苏文出具一份谅解书 他是有苦衷的 江池这么说的时候 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有什么苦衷 是还债的苦衷 还是和你共度良宵的苦衷 我反问 你 你早就发现了 你是故意的江池指着我 瞪得浑原的眼睛 像一只恐慌的癞蛤蟆 哎呀 被你发现了 我用手挡住嘴 做出了一个惊讶的表情 扑通 江池跪下来抱住我的腿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但是苏文是无辜的 求求你救救他吧 只要你愿意救他 我保证永远都不再见他 此时已是深夜 城市的霓虹 映照在江池脸上 有一种不真实的斑斓 听着这段经典的 脑残狗写句台词 我忽然明白 在这段感情故事中 如果苏文拿的是 经受磨难的 小白花女主剧本 那么江池 就是深情备胎 而我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整个故事中 最令人讨厌的大反派了 好呀 我撸了一把江池的狗头 缓缓地露出一个微笑 只要他能把拿走的东西 一样不差地还回来 得到我的回答后 江池搜的一下 站起来就往警局跑 他一定是迫不及待地 跟苏文分享这个好消息吧 我当然不是善心大发 打算放过他们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视频里那只手 以我对江池的了解 他根本不可能 让第三个参与这件事 那么只能是苏文 瞒着江池带了别人 如果我没猜错 这只手应该是 属于那位讨债的壮士 你猜 那些珠宝还在苏文手中吗 当江池发现 苏文根本拿不出那些珠宝 又会怎么做呢 一定很有趣吧 忽然觉得自己好物毒 好有做反派的天赋哦 我爱反派 反派使我快乐 嘻嘻 没一会儿 江池回来了 和刚才的兴奋不同 现在的他颓废得好像莫名其妙 被打了一顿的流浪狗 婷婷 我 要么还东西 要么坐牢 求情免谈 我冷冷地打断了他 江池为难地迟出了一会儿 我可以替苏文赔偿你 你赔 我冷笑 用夫妻共同财产赔吗 那你想怎么样 见我不松口 江池极了 咱们离婚 你净身出户 我从包里拿出早就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一字一顿地说 事到如今 由不得江池不签字 明天早上九点 带好资料 咱们民政局见 我接过协议书 拿在手里挥了挥 我可不是傻子 只签离婚协议书 有什么用 离婚必须双方到场 想要谅解书 拿离婚证来换 第二天 有了江池的配合 我们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 刚从民政局出来 江池就急匆匆地拿着谅解书走了 不用猜 肯定是又去找苏文通报好消息了 看着江池远去的背影 我不禁摇头 脱离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滤镜 我才发现 我爱了十年的人竟然这么蠢 也不想想 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呢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看着表掐点 嗡嗡嗡 手机响了 接通后 手机里传来江池的咒骂声 我和江池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被他的词汇量震惊 虽然被江池骂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生气 如果我没猜错 刚刚警察已经拒绝了释放苏文 这当然不是刻意针对 纯属是苏文和江池这对鸳鸯 太过愚蠢 入室盗窃属于刑事犯罪 就算是我愿意谅解苏文 它最多能够免除民事责任 也就是不用赔钱了 释放是不可能释放的 没有了民事责任 还有刑事责任 牢还是要做的 我都净身出户了 难道还不够吗 电话里江池声嘶力竭地问 当然不够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十年不是十天 也不是十个月 我最好的年华 都浪费在一个根本不爱 我的男人身上 我多年的闺蜜 把我当作补偿舔狗的工具 一个净身出户 一个坐牢怎么能够呢 还差得远呢 算好时间 我出发去探望苏文 隔着铁窗 苏文交好的面容 有些疲态 空气刘海 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 你现在满意了吧 跟江池的愤怒不同 苏文有些颓废 这可不是个好状态 我的后续计划 还需要他配合呢 别担心 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 我说 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你会这么好心 苏文嘲讽地看着我 我凑到苏文耳边 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苏文的眼睛先是一亮 随后露出惊恐的神色 虚 我竖起食指 两个月后 江池被判了三年 苏文被判了两年 缓期三年 而我坐在下面看着这一切 宣判结束 苏文的脸上露出 劫后余生的笑容 江池则把头抬得高高的 被带下去之前 还冲我喊 你不懂爱情 真可怜 我冲他笑了笑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戳破他 所谓的爱情了 秘密就像美酒 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变得唇香而甜美 在江池坐牢后的第七个月 我收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看着手里的一打照片 我给了私家侦探 一笔丰厚的酬劳 现在 是时候 请当事人品尝一下 这份佳酿了 在律师的帮助下 我申请了对江池进行探视 隔着铁窗 江池虽然有些消瘦 但是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 一双眼睛亮得吓人 像非洲纪录片中某些犬类 如果不是隔着铁窗 我真担心他会扑过来咬我 恭喜 苏文生了 是个儿子 我冲他笑了笑 递出一张照片 江池拿着照片 看得痴迷 江池之所以投案自首 还判得这么重 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但是无论江池 再怎么愿意替苏文顶罪 有监控录像在 苏文还是要坐牢 这之间的区别 只会发生在坐牢年限的长短上 并没有质的改变 是我提醒了苏文 不严重的罪 孕妇是可以缓刑的 为什么我要等这么久 才给他们机会偷东西呢 正是在等这个孩子 私家侦探告诉我 苏文怀孕的当天 我和爸妈答应了江池 一起去泡温泉 苏文不是煮饭 还有我的谅解书 再加上是孕妇 被判缓刑 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你猜 我为什么要帮苏文呢 是因为善良吗 我想 我的表情一定很吓人吧 律师都往后挪了挪 你要对苏文和孩子做什么 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伤害他们 江池估计已经习惯我 频繁地留后手了 虽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习惯性的恐惧 我怎么会伤害他们呢 听说你给老家的父母写信 拜托他们来照顾苏文了 真感人 咱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都没受过公婆的照顾呢 我貌似遗憾地叹了口气 我妈是来照顾孩子的 谁让你结婚十年都怀不上 我已经对得起你了 别说 江池还挺理直气壮的 你还记得咱们去世医院 看过专家号吗 那是我们婚后的第三年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我妈托熟人 帮我们挂了个专家号 检查结果是我去取的 为了不伤害江池的自尊心 我隐瞒了结果 现在 这张检查报告 被放在了江池面前 不运证 怎么会 那 孩子 江池的脸先是红 又是白 随后憋成了紫色 你骗我的对不对 你骗我的对不对 江池恳求地看着我 他一定想从我这里 得到否定的答案吧 我怜悯地看着这个 壮弱疯狂的男人 犹豫了片刻 递出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里 苏文一脸娇羞地 躺在一个男人怀里 尽管男人的脸并不清楚 但是苏文腰间那只戴纹身的手 我想江池一定地认得 毕竟他曾花了半夜日记 吐槽过这位壮士 江池彻底疯了 我向外走的时候 还能听到背后的呼喊 不过 这种喊叫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又被狱警制止了 江池一定很想 找苏文问个清楚吧 就像我刚知道 他出轨时那样 可惜了 苏文不会来看他了 坐牢并不是惩罚的结束 我不会允许 江池抱着希望和爱度过这五年 他必须在纠结 痛苦和悔恨中 度过这段牢狱生活 收拾了江池 我并没有打算放过苏文 我是告诉过 江池不会伤害苏文 但我可没说过 不会有别人伤害他 江池托他父母照顾苏文的信 寄出去没多久 我也寄出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就不用我细说了 就在我去看望江池这天 江池的母亲 我那位逢年过节 就打电话阴阳 我是不下蛋母鸡的婆婆来了 还别说 我这位前婆婆的战斗力 真是惊人 斯嘉侦探给我传的视频里 苏文被我的前婆婆 扒光了 拖到楼下 白皙的脸上 全是印子 当然 苏文又不是真正的小白花 虽然刚生了孩子 身子还弱 但到底是年轻人 牙扣就是好 打不过就咬 一老一少打的那叫一个精彩分成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在看热闹 但是眼看两个人越打越狠 还是有好心人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就将两个人带走了 没有意外的话 我的前婆婆会被关几天 但是没什么大事 苏文可就不同了 缓刑期间当众斗殴 性质极其恶劣 这行估计是缓不成了 估计会直接回去服刑 至于那位壮士嘛 稍后会有热心群众举报他 如果有缘 说不定还能在牢里遇到僵持呢 到时候 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呢 真是想想都刺激 听说那个孩子 后来被一对没有孩子的 中年夫妻领养了 也好 可以有个清清白白的开始 故事二 宋石暖怀孕七个月时 江城决定放弃他了 我以为他真的死心了 答应和他回家见父母 可等我从服务区 买完午饭出来 手机里只剩一条简短的消息 陆路 时暖早产 身边没人 我先过去一趟 嗓音很沉 带着浓烈的焦躁 和饥不可查的歉意 大约是开上高速 才想起 副驾时本该有个人 我很想问他 如果情况调转 他会为我丢下宋石暖吗 可刚打出第一个字母 又觉得没有意义 我和宋石暖从来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他结婚那天 江城也像现在的我一样 一个人坐在包厢角落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唯一不同的是 那时他哭了 而我没有 我的眼泪不值钱 我忽然想起了朋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陆路 一直敲一扇不愿意为你敞开的门 本来就是不礼貌的 心脏猛的一紧 疼得我连身体都蜷缩起来 抱歉 等会儿我找人去接你 发愣中 他又发来这么一条 我暗灭屏幕 第一次没回他的消息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有人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 大概是没吃午饭 我滴血糖饭了 有点走不动路 只能凭着本能抓了过去 不好意思 我不太舒服 能麻烦你送我去最近的车站吗 怕他不同意 又特意补了一句 路费拟定 他笑了一下 多少都行 黑色头盔下 脾气的声音 竟然几分熟悉 我疑惑地抬起头 对方打量我几秒 缓缓蹲下身来 用力敲了下我的头顶 成白鹿 说过多少遍了 出门在外要长点心 陌生人的车你也赶上 你又不是陌生人 那你刚才认出我了 那倒也没有 我不吭声了 任由池也把头盔扣在我头上 他是江城的表弟 我们三个在一个大院长大 说来也怪 虽然是兄弟 但江城安静 冷漠 最常做的就是在实验室 埋头算数据 除了他妈不让宋氏暖进门那次 我几乎没见他发过火 池也却不一样 他抽烟 喝酒样样不辣 机车 美女越多越好 大学时办了一个乐队 还把头发染成了银色 你怎么会来 路过 骗子 估计是江城给他打电话了 戴好头盔 我仍蹲在原地没动 池也假装回过头来 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我 还不走 等他来接你呀 要不要那么直白地扎心 不是 我出了口气 沉重的头盔压得我有些难受 腿抹了 池也小声骂了句脏话 然后走过来 把我端到了机车上 你没看错 是端 池也对女人 就没有温柔的时候 他骑车也很猛 一路上 我都不敢松开他腰侧的衣服 于是十分钟后 他又停在了休息区 扭过半个身子 敲着头盔 示意我打开蓝牙耳机 啪 还行 求人办事 哪还有嫌弃的道理 倒是池也语气不善 那你抠得我肋骨疼 我赶紧把手松开 正愁接下来应该扶哪里 下一秒 身子一沉 池也竟然拽着我的手 还上了自己的腰 不知为何 我竟从他的声音里 听出了几分得意 抱紧了 等会儿飞出去 我可不会回去捡你 话虽这么说 但他其实就是来捡我的 因为到了地方 池也乐队的朋友 一窝蜂冲了出来 七嘴八舌地 把我俩拥进了屋里 我去 这么快就回来了 池也你车轮子都骑飞了吧 野哥尼也太不体贴了 怎么能骑摩托 去接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呢 一点不隆重 你懂个屁呀 青山路堵车 人家是怕小姐姐 一个人等久了害怕 最后是池也把我 从人群里耗出来的 他从背后捂着我的耳朵 把我带到了一间空客房 别听他们瞎说 好 我乖巧答着 目光四下搜寻 试图找到一个 能让我小气片刻的地方 我想睡一会儿 我需要一点时间 把宋石暖和江城 从我脑子里赶出去 池也点点头 三两下从一堆乐器底下 扒拉出一个沙发床 睡吧 晚饭的时候我叫你 我太累了 和他道过谢就躺下了 头一沾抱枕 立马昏昏欲睡 迷糊之中 门关了又开 别别扭扭的声音 在房间轻轻回荡 但偶尔也可以听一点 听什么 他朋友的瞎话吗 许久未见 我想睁开眼和他聊两句 可身体太累了 只恩了一声 就跌进了睡梦里 这一觉很长 年少时的江城 又出现在我梦里 那时 池也还没有搬到大院 宋石暖也没有转学过来 我爸喝多了酒 就喜欢用藤条抽我和我妈 我劝我妈离婚 可她只会哭着告诉我 露露 再忍一忍 她毕竟是你爸 等她酒醒了 醒了就不这样了 或者等你长大了 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现在就当是为了妈妈 忍一忍吧 你那么坚强 一定可以的 纵然百般不愿 但我希望我妈舒坦一点 所以这么多年 每次都默默忍着 有一回实在打得狠了 我推开我爸跑了出去 是江城在桥洞里 找到了伤痕累累的我 他拉着我回了家 用窗口贴遮住那些 猙獰的伤口 后来每次听见 我们家有争吵 他都会在桥下等我 拿着小小的药箱 一言不发地给我上药 少年垂目 纤长的睫毛在眼窝处 头下一片阴影 落脂结实温柔 如果不是后来 见过他对宋食暖的好 我真以为那就是喜欢了 宝贝 迟也让我上来叫你吃饭 梦到这 有个叫梦男的女孩 把我摇醒了 她腰间别着鼓棒 应该是队里的鼓手 一看表 居然六点了 去卫生间洗脸的时候 她趴在门框上 一脸好奇地盯着我 你就是成白鹿吧 我点点头 怪不得 她给我递来一条毛巾 这个女孩有股天然的清和力 我很喜欢她 结果毛巾到了声谢 又朝她笑笑 怎么了 她也抿嘴笑了下 总算见到本人了 你都不知道 我们对迟也女朋友多好奇 每回你跟她通完电话 对里都跟过节似的 迟也是公认的脾气不好 她高兴 才会让别人也高兴 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大魅力 也许是她心情不错的时候 我刚好打来 梦南扎扎嘴 伸出一根手指 表示不信 本来我们在这边有演出 就租了个小别墅 打算晚两天再回去 迟也接电话的时候 我们正商量着 晚上去哪玩 你是没看见 她模样有多着急 饭都没来得及吃 就跑去接你了 我有些懵 刚醒过来的脑子 还无法处理这么复杂的信息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朋友 梦南啊了一声 想开口说话 但眼睛似乎撇到了什么 再转过来时 朝我吐了吐舌头 灰溜溜离开了 顺着她的目光 飙着半根烟的尺野 出现在房间门口 她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 点了两次没点着 低声骂了句 转过头来时 干脆把烟一扔 恶声恶气地望向我 磨磨蹭蹭地 还吃不吃饭了 大约是为了互补 尺野的朋友 脾气都很好 晚上大家坐在一起烧烤 气氛很是轻松 想起梦南说 迟野中午都没吃饭 我主动揽过了烤串的活 一开始 大家还拦着我 直到有个叫陆沛的男生 突然念了一句 你们想不想 迟野割烤的串 众人相视一笑 默默松开了拉我的手 我还没理清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迟野和宁哥 就搬着饮料回来了 一见我手中的肉串 眉头一皱 有你什么事 去那边好好坐着 他把沉重的饮料瓶 扔给陆沛 一脸嫌弃地 抢过我手里的羊肉串 自顾自地放上了烤架 旁边爆发出一阵 不怀好意的大笑 陆沛这才上来劝我 就是就是 咱也哥从来都是出钱不出力 这回难得想动手 咱们坐着享受就行 于是接下来 池也全程黑着脸烤串 我们就负责嘎嘎炫 陆沛感叹 了不得了不得 这回真是沾了 陆露姐姐的光了 平时我们哪能 请得动也哥呀 话音未落 一块烤糊了的面包片 就被塞进了她嘴里 这么多吃的 还堵不上你的嘴 小朋友被烫得嗷嗷直叫 一着急 竟然把我推进了池也怀里 嫂子救命 这个称呼让我一愣 抬头望向池也 却见她眼里 有什么道不清的情绪 逐渐汹涌 沉吟片刻 她才松开了扶我的手 骂骂咧咧着去追陆沛 桌上还放着她刚烤好的食物 我看着面前特意分出来的 不放自然的烤串 突然觉得池也好像也只是嘴坏了点 她其实挺好的 晚上送食暖情况稳定了 江城终于又响起了我 她来电话时 我正和孟南捣过卡拉OK 露露 你在池也纳吗 我明天过去接你 听到熟悉的声音 我没有想象中的难过 反而有种出乎意料的平静 好像人到中年 原本让人恼火的事情 突然就不想计较了 但那不是因为不弃了 而是次数太多 算了 不用了 反正请了假 我想晚几天再回去 那边嗡了一声 隔着听筒 我隐约听见 宋食暖叫她去买什么 这边有点事 等会儿再给打过去好吗 江城欲言又止 许是觉得对不起我 没有主动挂断电话 而是耐心等着我的答复 她知道 我不会说什么 叫她为难的话 高中时 运动会没人报名 班主任为了加分 强制全班同学 抓究选项目 宋食暖点被 抽到了一千六百米长跑 对她这种娇滴滴的 小公主来说 四圈不死 也得脱层皮 于是江城找到了我 问我能不能替她跑一次 我揪着一脚 本想说那天是我生理期 可她难得求我 一开口 就让人拒绝不了 下次物理考试 我来辅导你 只是逞强的结果 是我黄体破裂 差点丢了半条命 我至今记得 迟也把我背到校医院时 肩膀颤抖的模样 成白鹿 你别睡 马上就到校医院了 你猜接诊的医生 是不是那个大秃顶 成白鹿 东街开了家新的烧烤摊 过两天我带你 去吃好不好 成白鹿 你真没出息 她就这么好 说什么你都答应 我趴在她背上 有气无力地说了句 对不起 迟也身体一僵 把我放到病床上 才丢下一句话 你该说对不起的 是你自己 这么多年 我围绕在江城身边 从没有仔细思考过 这话的含义 后来她找我道歉 我还让迟也帮忙撒谎 说是我自己身体不好 大概是我太会假装 没关系到 真的没关系了 所以在江城心里 才会变成可有可无吧 一直以来的伪装 被彻底摔碎 最轻的一下 却碎得那么彻底 握着手机 我深吸了口气 江城 我们还是做回朋友吧 我和迟也 他们玩了三天两夜 最后一天闹到很晚 一群人围在一起 吃吃喝喝 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 宁哥买的精酿厚劲很大 等我揉着太阳穴醒来 一地凌乱 回去时是陆沛开的车 带着我和孟南 迟也骑着机车 走在我们前面 熟练地换档给游 怪不得他这么招女孩喜欢 这么一看 真的挺帅的 尤其是内腰 泽 露露 你怎么脸那么红 小姑娘第一个发现了我的不对 你和野哥 是不是不太对劲 我一掩 赶紧借口晕车 打开了窗户 车子一路急迟 很快就到了戎城 一群人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才离开 好不容易躺在沙发上 刚想闭眼休息一下 又有些饿 这才走到厨房去煮面 门铃响时 面还没熟 门一开 站在门口的 却是皱着眉的齿野 生病了 孟南说你在车上脸很红 我脸红 不是因为这个 但我很快也发现了盲点 你不会是以为我生病了 才回来的吧 他一愣 挠了挠鼻子 又开始别扭地口是心扉 路过 最后迟也破天荒 给我做了顿饭才走 理由是我太瘦了 只吃面条补不回来 我看他带着小熊围裙 在厨房里忙来忙去 心想这男人还真是 挺有自信的哈 江城妈妈 是我们院里有名的老学究 学士很高 但做启示来 未免古板 偏偏宋石暖的父亲 又是抢劫犯 第一次去江城家时 他就被江城妈妈的 冷言冷语嘲讽走了 两人抗争了大半年 最后江阿姨以死向逼 宋石暖才主动提了分手 两个月后 男未婚 女已嫁 那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魔症 以为把自己变得像 宋石暖一些 就能填补江城心里的窟窿 我的衣柜里 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白裙 妆容也从浓艳红唇 改成了寡淡甜妹 现在想来 有够蠢的 我把那些衣服全部打包 扔到了楼下的回收箱 回头时 正好撞见江城 中午有空吗 我请你吃那家 你一直想吃的日料 好不好 还是一样温柔的语气 一样俊朗的容颜 可不知为什么 再也无法激起半点波澜 其实那家网红店 我半年前就买好券了 只是路程有些远 江城又总喜欢窝仔实验室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去打过卡 宋石暖怎么样了 江城一愣 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出院了 母子平安 那就好 我点点头 脚步一转 就往回走 江城急了 冲上来拉住我的手 言语间有些无措 露露 我那天不是故意的 使暖她情况不太好 我一着急 她说不下去了 是啊 我也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可是下意识的选择 比权衡利弊之后的取舍 还要让人心凉 不是吗 我平静地拿出手机 给孟南发了条消息 问她有没有空陪我去买衣服 和江城说话时 头也没抬 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些 为什么 因为不重要了 忘记是谁说的了 当你不再在意结果的时候 故事就离尾声不远了 反正我们之间 连正式在一起都没有 她只是说过 让我和她回家见父母 我就同意了 所以现在 应该连分手也不用说吧 衣服扔完 柜子里变得空空的 原本我想让孟南陪我去逛街 但她要和男朋友二人世界 没空搭理我 我只好一个人出去逛 刚走到门口 手机就响了 低头一看 是迟野 那天以后 我俩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中午一起吃饭 她说 我顿时打起了退堂鼓 可是不字还没说出口 那边又发话了 下来 我在楼下等你 她的字典里 就没有商量这两个字 怕她等久了 我随便套了件外套 就飞奔下楼了 她难得开了车 靠在车门上吞云土雾 一见面 朝我扔过来一颗糖 没化妆 见你化什么妆 我什么丑样子 她没见过 她伸出手来 在我的头上 胡乱抹了一把 就不能为我化一次 神经病 挨了骂 迟野反而笑了 扔掉烟头 让我上车 不知是不是因为 她的态度很自然 在见面 居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 上了车 撕开糖纸 嗯 是我喜欢的草莓味 闲聊中 她又点起了一根烟 少抽点吧 对身体不好 我没忍住劝了她一句 谁知道她轻蔑一笑 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 好不好你知道 我脸疼得一红 不吭声了 迟野却不依不饶 成白鹿 你想管我 也得有个合法身份吧 她在暗示什么 我看向窗外 心虚地不敢看她 谁想管你了 赶紧开车 她撇撇嘴 把刚点的烟扔了出去 终于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赶在票券过期之前 我们俩去了那家日料餐厅 味道不错 就是分量太少 迟野说没吃饱 又带我去附近的购物中心 买了份拨拨机 来都来了 不如去上面逛逛 我一想也对 反正还缺几件衣服 逛都逛了 要不看个电影再走 拿着电影票 我也没搞懂自己 怎么就上了贼船 因为是周末 购物中心人很多 坐电梯去八楼时 里面挤得喘不过气 更要命的是 迟野就站在我面前 人一多 我几乎整个人贴在了他身上 夏天的衣服本来就薄 隔着一层衣料 甚至能感受到 令人焦躁的体温 我被迫仰着头和他对视 迟野耸耸肩 表示我也没办法 但还是用双臂 撑开一个小小的空间 让我略微舒坦一点 好不容易挨到六层 下去两个人 我赶紧推了他一下 示意他过去 结果手刚好按在了他的肚子上 硬朗的肌肉线条 一下让我僵在当场 别摸了 发愣钟 池也低下头 在我耳边低声来了一句 要不换个地方 救命啊 他什么时候这么骚了 我的脸像上了锅的虾子一样 滋滋窜红 匆忙转移话题 那边没人 你快过去 谁知道他漫不经心地 瞥了一眼 叫妈了 说话间 电梯里又上来两个人 池也仍旧一脸无辜地站在原地 你故意的吧 他偏开头 没回答我 就是那该死的笑意 藏都没藏一下 我没想到会在这遇见江城 他陪着宋石暖去了七层的母婴殿 手里拎着好几个袋子 耐心地等他从一个货架挑到另一个货架 我呢 好像连包都舍不得让他拿 我忽然就明白了江城为什么会喜欢宋石暖 他其实是个特别喜欢救赎别人的人 不论是以前的我还是现在的宋石暖 都会让他产生一种被需要的愉悦 而宋石暖母亲改嫁后生了个弟弟 根本没空管他 他结婚没多久 老公也意外去世了 换句话说 他完美契合了这种需要 记得他俩分手半年后 宋石暖家的水管裂了 当时江城正陪我在医院做个微创手术 接到他的电话 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露露 你比他坚强多了 你能一个人做到的事情 他不行 我又想起了 我妈让我坚强的时候 这句话像钉子一样 把我牢牢定回了内心最荒芜 最贫瘠的土地上 在那里没有神明下雨 没有爱意开花 只有荒芜和腐臭 陪着我举举独行 身后有人喊了我一声 回头一看 是抱着一大桶爆米花的池野 羡慕他单手搭上我的肩 把爆米花塞进我怀里 要不我们也生一个 比他们那个聪明 比他们那个听话 气死我那不长眼的哥哥 我被他气笑了 美好气地嗓了他一下 别开玩笑了 池野被我推开也没脑 挥了挥手里的电影票 快开始了 还看不看 我想起电影票 还是自己拿优惠券买的 不看白不看 于是塞了口爆米花 身腿就往影院里走 看 为什么不看 不能让你占了我的便宜 他笑了下 几步就跟了上来 那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也让你占一次便宜 可能是和他待久了 我的脸皮也厚了 爷余的话脱口而出 难得呀 池少爷还知道找没人的地方 嗨 这不是怕你害羞吗 不然厨房 阳台 卧室 我都可以 大意了 这人的脸皮 真的比我厚多了 因为池野选了部 很无聊的爱情片 所以我俩看到 一半就撤退了 好巧不巧 出来的时候 碰见了江城他们 于是画面变成了 诡异的四人围坐 为了照顾宋石暖 大家选了个口味清淡的馆子 不知为何 自从看见我 江城的脸色就不太好了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中途宋石暖去洗手间 池野突然问了江城一句 好事将近 江城淡淡看他一眼 冷宁的声音从喉间轻轻滚落 瞎说什么 石暖早产 坐车不太方便 作为朋友 能帮就帮 不是吗 说着眼神还挑向我 似乎在解释 我和石暖不可能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低下头玩着桌布 半晌 池野笑了笑 目光勋寻几回 看向江城石隐约 透着一股戏血 看把你紧张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孩子是你的呢 恰好宋石暖从洗手间回来 听见这句话 也尴尬地顿住了脚步 还真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 饭桌下 我轻轻踢了池野一脚 他冷冷瞪我一眼 才老实坐回去 就是那表情 像我欠了他八百万块似的 而事实证明 他也确实是生气了 从上车到回家 都没再和我说一句话 我叹了口气 走进家门 洗完澡躺在床上 手机又收到了江城的消息 在一起了 我一愣 没回 江城很快又发来一条 鹿鹿 池野你驾驭不住 他会让你伤心的 我不知道 他在以什么身份立场 说这句话 只觉得莫名好笑 明明最让我伤心的 一直是他 心里那股火 突然就压不住了 我点亮屏幕 飞速打字 江城 我的事 你少管 我和池野的联系 慢慢变少了 一是我知道他生气 但又不知道 自己哪里惹到他了 二是 我也不想我们的关系 再继续下去了 尽管我能隐约 察觉出他的心思 但就像江城说的 池野不是我这样的人 能驾驭得了的 光是想到那些 爱慕他的女孩 我就无法往前迈开一步 再加上换计鼻炎饭了 放假就窝在家里不出去 我有两个月多没见过他了 某天我正在沙发上躺尸 梦南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 露露宝贝 晚上你坐哪里 我狐疑地点开聊天框 晚上什么安排 他很快回过来 语气有些惊讶 我们有演出 你不来吗 我正想说自己有点难受 接下来的消息 却让我生生止住了手指 今天池野过生日爱 我一拍脑袋 坏了 几天前 池野市发了个邀请函给我 但这几天 公司忙疯了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我穿上外套 急匆匆冲出去 打车到酒吧街的时候 还顺路买了树花 结果梦南刚把我带到休息室门口 就听见池野的骂声 你烦不烦 说了几次了 我不喜欢花 不要送我花了 你听懂了吗 分手就分手了 我和谁在一起 跟你有关系吗 可是 我还喜欢你啊 喜欢 池野轻蔑地笑了一下 雨调里带着巨大的不屑 郑倩 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 我在门外都感觉到 那女孩快哭了 池野 你爱过我吗 我就跟你在一起了三天 你说 我爱不爱你 就 真挺渣的 孟南和我对视一眼 都露出一副 我不该在车里 我应该在车底的表情 我叹了口气 默默把花往身后收了收 打算直接去观众席待着 谁知道刚准备离开 身后就传来一声怒吓 过来 不会是叫我吧 就是你 成白鹿 还真是叫我 我尬笑着转过身来 你们先聊 我去外面等着 我送你去 说完也不容我拒绝 就在女孩哀怨的目光中 将我拉走了 直到越过拐角 再看不见其他人 她才慢慢停下脚步 送我的 她今天绑了个帅气的狼尾头 仰着下巴指了指我身后的花 我想起她刚刚说不让送花 不是 刚刚缓和的脸色 一下又变了 成白鹿 你存心隔应我是不是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送花吗 你是别人吗 她说得太自然 以至于我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 心先颤了一下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 池野舞台上的模样 张扬自信 闪闪发光 其实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队里的词曲几乎都是她和宁哥一手包办的 可不知为什么 池野爸妈特别瞧不上她的喜好 小时候为了让她远离音乐专心学习 还把她扔到大院来和姨妈一起住 美其名曰 和江城表哥好好学学 那时候的江城确实是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好 懂礼貌 周围的人没有不喜欢她的 除了池野 她总说江城喜欢活在别人的目光里 苦的是她自己 你个小蠢货喜欢她 你脑子也有病 现在池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我其实挺为她高兴的 所以整个演出 我都跟着台下的小迷妹一起嚎叫 连不通气的鼻子也没顾上 直到池野在台上 爆出了最后一首歌的歌名 双双 开头还有断念白 肩架苍苍 白露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原本以我的情商 是听不懂其中的含义的 但此情此景之下 我反复念着这句话 不知怎地 突然就懂了 双双 白露 卫双 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然后不可抑制地狂跳起来 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灯光闪烁 暧昧升温 我用眼神询问着池野 她目光也落在了我身上 唱到高潮 竟然在舞台边缘 蹲了下来 场地并不大 我站在台下 刚好与她视线平起 她嘴角里 看一个射人心魄的笑 连话筒都没挪开 就问我 成白露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懂了 不带我答 脖子墨地被扣住 伴着笑意 一个含着滚烫热意的吻 就落了下来 我听见周围倒吸冷气的声音 然后是轰然响起的掌声 听说这首歌是池野写给初恋的 不会就是那个女孩吧 我超喜欢那句 我肯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就说过爱你 原来灵感是她呀 我去 这也太浪漫了吧 简直比偶像剧还偶像剧 再然后 一切归零 一连三天 我都被这个吻脚得心神不宁 连我妈打电话来问 什么时候回家那几分钟 我都频繁走神 露露 你上次说带男朋友回来的事 怎么没有下吻了呀 我心不在焉 啊 她呀 死了 我妈很震惊 等我回过神来打算解释时 电话已经挂断了 门铃被人按的震天响 我只好放下手机 先去开门 躲我 门打开 池野挑着眉 手里还掐着半根烟 这三天 我故意称病没有见她 连消息也没怎么回 我有种被看穿的窘迫 但还是硬着头皮 让自己笑得不那么心虚 没有 其实我那天人太多了 大家都有点上头 要不我们就假装 你不满意 她笑了下 长腿一伸 踢上了门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刚想解释 池野一弯腰 一股不算浓的酒味扑了过来 我承认那天是有点激动了 但我认为还是在及格线以上的 如果你不满意 可以再试一次 看着她眸中夹杂着细血的认真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在干什么 这什么虎狼之词 我被吓怕了 别开脸推了她一把 池野 咱俩都那么熟了 别把你对付小姑娘 那套用在我身上 她冷吃一声 小声嘟囔 你和江城不也很熟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我之前确实不太知道 这么多年 江城身边只有宋时暖 可池野的女朋友 能用过江之计来形容了 我不觉得 她会因为一场虚无缥缈的梦 看上我 只能把这一切归结为酒精作祟 我抵着她的胸膛 试图将她推远点 池野 你看清楚点 我不是你身边那些女人 不想和你玩 玩 她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退开一步 解开了衬衫的第一颗扣子 成白鹿 谁玩谁呀 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受控制 我赶紧去抓她的衣服 谁知道一用力 第二颗扣子也被扯掉了 周围一片寂静 你喝多了 没有 有 没有 我还想反驳 却被一个蚊堵住了所有话 我喝多了吗 她真是太霸道了 容不得别人一点忤逆 我不说话了 她又低下头来啄了一下 还躲我吗 我怕她再亲下来 红着脸摇了摇头 她终于笑了 声音匪离匪气的 那我问你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底线 没名没份的事是做不来的 有点原则 但不多 我歪着头想了想 没有恋爱 也没有结婚 也许是单纯的 泡有关系 但望着迟也说错 就能杀死人的目光 我没敢把这话说出来 我觉得 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虽然这话说出来 连我都觉得是在瞎说 但我就是投铁 她听了 果然冷哼一声 低下头亲了我一下 纯洁的革命友谊会这样 那倒不会 过了好一会儿 迟也的酒劲下去了点 大发慈悲松开了我 这样吧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听有台阶 我疯狂点头 第一 做我女朋友 我眨巴着眼睛 等着她说下一个 可半天过去也没动静 我试探着问 然后呢 我选下一个行吗 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看见那双漂亮的毛子里 骤然掀起了狂风暴雨 她冷笑一声 做什么梦呢 成白鹿 没有 下一个 说实话 很猛圈 鹿沛看我出现在排练室 也很惊讶 隔空对池也竖起了大拇指 野哥牛逼 池也摘下电吉他 朝他扬了扬下巴 表情像是在说 用你说 走到我身边 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想吃什么 搁带你去 一听这个 鹿沛眼巴巴追上来 野哥 野哥 野带上我们呗 滚 池也一脚踹过去 孟南露出一个 你真没眼力见的表情 不客气地嘲笑他 人家新婚艳儿 如胶似妻 你个妖怪跟去做什么 也不怕狗粮撑死你 连一项沉默的键盘手宁歌 也忍不住打去 就是 你乐意去 池也还不乐意你 打扰他的二人世界呢 说完又转向我 程小姐 你行性好 赶紧把人领走吧 自从你说中午要来探班 这玩意儿都在这臭屁一上午了 唱着唱着就傻乐 自己写的词 八句能忘七句 留着也没用 一群人又开始哄笑 只有陆沛 泪眼汪汪 苍天啊 没想到野哥 才是那个最大的恋爱脑啊 恋不恋爱脑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陆沛又在池也发怒的边缘试探了 果不其然 刚说两句 又挨了好几脚 走吧 教训完陆沛 池也拉着我的手 直接去了附近一家私厨 其实大家一起吃也无所谓的 我并不排斥他的朋友 可池也却挑了挑眉 一手揽着我 一手点起了一根烟 怎么 你有我还不够 我不是够 我是够够的了 吃完饭 我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那个 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他愣住 正准备点烟的手忽然一顿 别闹 我深吸了口气 在他冻死人的目光里继续道 我和江城的事你也知道 毕竟我这段感情也没结束多久 他都那样对你了 你还喜欢他 他打断道 成白鹿 丧尸来了 都得把你脑子吐出来 骂一句恋爱脑吧 还真是活学活用 但是有必要讲那么难听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当然不喜欢江城了 那你跟我闹什么分手 他打断 他是你哥 你们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 表的 啊 我没搞懂他的意思 他又不是我亲哥 你不想见 可以不见 他解释 重点是这个吗 目光瞟到他手边的烟 我目光又是一亮 二 而且我不喜欢抽烟的男生 迟也喝了一声 二话没说 把烟扔进了垃圾桶 掏了掏兜 打火机也扔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 也不敢有 原本我想找个借口 和他划清界限 纠正那碗的错误 可掰扯到最后 有点心梗了是怎么回事 我只好掩齐息鼓 低下头扒拉手机 沉默中 手机忽然被抽走 隔着桌子 迟也笑得四溢 迟也笑得四溢 你的问题解决完了 是不是该解决一下我的了 我没想到 他的问题是那种问题 隐蔽的楼梯间 一个绵长到天昏地暗的吻结束后 我腿都软了 迟也在我耳边微微喘气 程白露 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鼓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很想知道 因为迟也下午要排练 吃完饭 我就没和他一起回去 找了家咖啡馆 看了两集电视剧 过得悠闲且惬意 原来不围着江城转的时间 是这么轻松 临近傍晚 孟南突然甩过来一条链接 宝贝你火了 我点开一看 竟然是迟也演出那天 闻我的视频 虽然画面不太清晰 但氛围感很强 看完视频 景浩你听懂了吗 景浩这个词条 已经从第七位上 到了第三位 在点开评论区 关于双双这首歌 也吵翻天了 有人说是迟也写给初恋女友的 也有人反驳说 他这种情场浪子 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卑微的词 说不定是别人写的他拿来挂名 你看他在台上亲人那个熟练劲儿 就知道不是什么专情小楚男 然后有人回复 可是今天早上迟也亲自发微博说 他亲的那个就是初恋爱 我什么时候成迟也初恋了 可是打开微博 他的置顶动态确实是这条 恍惚间 手机响了 在哪 见一面 江城打来电话 语气难得严肃 这段时间里 江城几乎天天给我发消息 内容无非是早安 晚安 今天做了什么 虽然语调淡淡的 但频率高的 好像把我当成了备忘录 这在以前 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可我并没有回复 那些话孤零零躺在列表里 就像当初的我一样可笑 有事吗 我问 没事 我呕了一声 没事就挂了 那边没声了 可在我挂断之前 他又突然问了一句 你和池也在一起了 因为生我的气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也许是看到那条视频了吧 见我没吭声 江城笑了下 清冷的声音里满是潮意 露露 她这么做 只是为了赢过我 根本就不是真的喜欢你 而且这么多年 她身边的女人就没重过样 你敢保证新鲜感过后 她还会好好对你吗 我漠然想起了郑倩 这话仿佛预示着 我和她一样的未来 可随后 一股浓重的悲哀 又从脚底蔓延到了全身 我哑着嗓子问江城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就配不上别人真心的喜欢 为什么在我刚感觉到一点点偏爱的时候 告诉我这么残酷的真相呢 她默了一瞬 语气有些慌乱 露露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脾气突然上来了 撂下这句话就挂了电话 往窗外一看 夕阳已经落下一半 再有半个小时 天就完全黑了 我突然有点难过 似乎心里某个地方 隐隐害怕江城说的是真的 没过多久 我租的房子就到期了 池也给了我一把钥匙和一张卡 钥匙是他家的 卡的密码是我的生日 他让我搬过去 缺什么东西自己买 我说这也太快了 结果晚上他就开车过来 把我打包带走了 可到了他家 发现也没什么可买的 池也早就不知妥当了 我算得上拎包入住 我怀疑你蓄谋已久 他抱着我 躺倒在沙发上 头再埋在我颈侧轻轻蹭着 活像只燕族的大猫咪 你就说六不六吧 没了一会儿 我果断点头 六 我问池也今晚睡哪里 他漫不经心地指着三个空房间 让我随便挑 我特意选了个离他最远的 结果到了晚上还是没能防住 我就抱一抱 你睡你的 我骂他臭流氓 他却轻轻叫了叫我的名字 声音很娇 带着一点纱 一点欲 我从不知道 一个人的名字 也可以这样缠绵悲测 你不累吗 我还有一点点理智 累 他坏笑一下 但是顾不上了 到了后半夜 脑子里真的只有 年轻真好这几个字了 早上我揉着发胀的脑袋醒来时 门铃响了 迟夜去开门 没一会儿 一贯吊耳郎当的声音 就传了进来 对 就是你想的那种不方便 我好奇 从卧室探出头来 猝不及防看见了江城 下一秒 灵力的拳头 就砸在了迟野脸上 我急忙冲过去 扶起迟野 转向江城时 在他脸上 看见了一抹痛色 露露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他不适合你 一股强烈的疲倦 袭上心头 正要抬头质问他 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迟野却一抹嘴角的血迹 站了起来 摸了摸我的头 乖 男人的事 让男人自己解决 说完又看向江城 哥 出去聊聊吧 回来时 迟野脸上又多了几道伤 一开门 看见我脸上的心疼 直接双臂一伸 把我抱进了怀里 成白鹿 敢说分手的话你就完了 我和我哥之间的事情和你没关系 你不需要为此背负上任何东西 仿佛知道我要说什么 他先开口 堵住了所有退路 好 看着他伤痕累累的模样 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那你是因为想赢过江城才和我在一起的吗 他们出去这段时间 我也想了很多 我不是木头 池也对我的好我能感受到 既然决定了要往前看 我也要学会主动厘清误会 不是吗 他抬起头来 眼中有浓重的疑惑 他跟你说的 我没说话 池也扭过头 小声骂了句脏话 还是打轻了 我没忍住 扑哧笑出声来 他也笑了 眼神望向我 难得认真 成白鹿 我什么想法 你看不出来 我嘟嘟囔囔 可你没说过喜欢我的 文言 池也不干了 捏着我的脸控诉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把你背到校医院的是谁 千里迢迢去接你的是谁 你失恋伤心 陪你整夜喝酒的又是谁 就算没说过 我做的哪一件事 不是在说喜欢你 我低下头 还不是因为你每次帮我的时候 嘴都那么丑 他提起一口气 想骂我 但开口又泄了下去 语调里含着的是妥协 是劫后余生的臣服 笨蛋 人在求而不得的时候 是没办法好好说话的 日子就这样铺展开来 奇怪的是 和池也在一起的感觉还不错 他不像江城一样内敛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都会直接表达出来 跟他在一起 我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十一假期 我回了趟老家 我爸二两黄汤下肚 又开始耍起酒风 我想带我妈回荣城 可她不愿意 执意说 我爸是她的天 天塌了人还怎么活呢 她依旧劝我忍忍 我帮不了她 憋着泪 给池也打了个电话 她问我怎么了 我说 没事 就是想和你待一会儿 许是我的行为太过反常 第二天她就来了 出现在我家门口时 眼底还带着几分乌青 她笑着把我搂进怀里 成白鹿 老天爷给你这张嘴 是让你用来亲我 哄我 说爱我的 不是让你咬着嘴唇 说没事的 在我面前 你可以不用逞强 那一刻 所有压力都得到了释放 那片许久没人来的荒芜土地 好像开出了一朵小小的玫瑰 至于江城 之后我没怎么见过她了 倒是宋时暖约过我一次 她打算回周山定居 临走问我有没有时间见个面 地点就在附近的咖啡厅 她带着女儿 身上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宁静 小姑娘也很漂亮 我拿着兔子玩具逗她 小姑娘的眼睛就笑得像个月牙似的 看来陆陆很喜欢你 宋时暖笑着说 我一愣 陆陆 宋时暖点点头 江城取得小名 说没有你 这个孩子没办法平安降生 我呕了一声 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做什么 你不喜欢的话就改掉吧 宋时暖摇了摇头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今天来是谢谢你的 另外想告诉你 江城心里是有你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今天说的话 属实超纲了 都过去了 宋时暖没说话 静了一会儿 拿起手机 给我看了张照片 画面是江城的背影 她站在走廊里 背影莫名低落 别告诉她 我偷拍的宋时暖狡黠一笑 收起手机 又继续道 你知道她那天 为什么会去找你吗 我摇摇头 那天我去公司找她 遇见一个来面试的小姑娘 资历不够 毛手毛脚 可江城挑挑挑拣拣 最后还是把她留下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看见那个女孩 拎着箱子站在那里 好像看见了当初站在桥下的你 那一刻我就懂了 她心里是有你的 白露 阿诚是个慢热且克制的人 也许她都在自己都没注意到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你 我早就落幕了 送走宋时暖 心里沉沉的 她似乎想告诉我 人总是用分开的痛觉 来辨别爱意的深浅 聪明如江城也不例外 但可惜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曾捡到过一束光不假 那光温暖过我也不假 可现在日落了 我该去寻找我的月亮了 后来江城不知道 从哪里寄来了一个包裹给我 开呀 心虚什么 自从看见封面上的名字 迟也就搬了个小板凳 坐在一旁等我开箱 我只好当着她的面打开包裹 里面掉出的是一枚漂亮的钻石戒指 卡片上还写了一句话 不想要就扔掉吧 也许不是送宋时暖早产 这枚戒指真的会戴在我手上 只是还没想到怎么还给江城 迟也就一把抢了过去 打开窗户 向外一扔 我阻拦无果 反被她支招双臂困在了窗台上 好啊成白鹿 你果然贼心不死 我抱着她的脖子便捷 我哪有 又不是我记得 我不管 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你得补偿我 她笑着看我 眼里闪着细碎的微光 我想说你都几个月了还又小 但看着她眼里的星星 还是低下头亲了她一口 就这 她的嘴角上扬了一点 等着我继续 我只好又亲了下去 蜻蜓点水的一碰 刚要离开 又被她扣住了后颈 你这技术 跟着小爷多练练吧 她还嫌我 结束后 我踹她一脚 让她下楼去买吃的 吃饱喝足的池也 乖得像条狗 笑嘻嘻地说了声 遵命就去了 我拿起手机 里面居然有几条江城发来的消息 抱歉 好歹我也是她哥 挨了几拳 隔应她一下不过分吧 我一愣 继续向下滑 还有 告诉那小子 我要出国了 让她放心 你也保重 我有一瞬间的谎神 忽然想起做阅读题的时候 英语老师总说 这个答案没有错 它只是不符合提议 也许我和江城 都是彼此生命里 没那么符合提议的答案吧 没有难过 只有遗憾 过了很久 我才开始打字回复 一路顺风 她回了个笑脸 也许我们的故事 到这也该落下帷幕了 不一会儿 迟也就买了啤酒和小龙虾回来 我拢起头发 和她一起大块朵仪 恍惚间又回到了 十七岁那年的盛夏 我坐在烧烤摊前 因为宋时暖和江城第一次牵手 而难受委屈 迟也一边嫌弃 一边抽出干净的纸巾递给我 成白鹿 想哭就哭 忍着做什么 这么会憋你是王八吗 挨了骂 我再也忍不住 哇哇大哭起来 后来池也明显慌了 开始手足无措地哄我 但我忍太久了 眼泪和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怎么也收不住 池也没办法 点了一大桌小龙虾 一只一只包给我吃 祖宗我错了 你别哭了 我什么都没干你 就哭成这样 我也太冤了 实在不成 我当你男朋友行不行 谁知道多年后 这话一语成衬 池也还是习惯性地 把包好的小龙虾 放进我碗里 但这次 我也包了一只给他 他有点惊讶 成白鹿 你下毒了 你爱吃不吃 别别别 我开玩笑的 只要是你给的 有毒我也吃 我把小龙虾 放进他嘴里 心想一辈子挺长的 一直这样 好像也不错